又加息了 特朗普非常非常的不高兴 后果是不是很严重 我们不知道 经济日报就说 联储局加息25个基点 暗示明年还会要进行两次的加息 鲍威尔说经济忧虑 所以明年的经济状态 看来是不太看好的 华尔街日报 我们再来看联储加息 美股市巨震 包括道指收市跌了超过300点 我们看 整个美国股市是一片的哀嚎 信报 包括标普500 还有道指 大家看 都是存在很多的问题 这表明美国的股市 确实是虚高虚胖 大公报 油价15个月新低 随时下市44美元 另外联储局明年将继续加息 金价先升后跌 总是说黄金是保值的 看来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经济日报 基金就比较悲观 认为环球经济明年将会继续恶化 毕竟有好多东西不太明朗 那么通胀降温不易加息 特朗普骂的有道理吗 有些人认为特朗普做的是对的 毕竟股市现在不太景气 你又加息 是不是对股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对于投资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经济日报 再来看经济日报 人行新招放水 另外又增加了千亿 挺什么呢 挺小微企业 包括人行创设定向的MLF 加码呢 称的还是小微企业 这实际上也是中文银行 希望对小微企业有更多的资助 再来看美股波动 努姆金呢 就说这完全是沃尔克法则出现了问题 沃尔克法则就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 需要分开 商业银行不得从事这方面的投资的需求 包括我们再来看一个快评 华尔街见闻所到的 中国央行结构性降息 那么PK美联储的固执加息 到底传递了什么信号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是在鼓励经济的发展 美国呢 似乎是反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